关于肯德基的第二弹联动,官方这边给大家整理了近期一些问题的解答 首先的话,此次活动,只要大家附近的肯德基有提供联动套餐的话都可以参加 主题店的话,只是门店的装饰会变成第五人格的主题 此外的话还会有一些特别活动,比如门店里可能会有游戏角色COST到场 第二个的话是海南地区的玩家也可以参加活动,只是不会提供相应的特殊联动包装 然后第三个的话是渠道夫玩家也是可以参加的 另外因为联动是国服装署,所以兑换码的话不是用于国际服 然后是参加活动的方式,需要大家通过AP或者小程序注册登录账号 然后选择到店自取或者是外卖到家两种方式购买联动套餐 然后是关于开通大神卡赠送的动态图呀,是全杰色通用的 而需要注意点是,应该不是现在的开通啊 是要等到C21号的时候推出了联动版大神卡 然后玩家每个账号只能领取一次条相适合与你的兑换码 想多次获得的话可以手机号再注册一个账号 对话码的话会在订单完成后的48小时内发放 有效期的话是到2023年5月10号 也就是联动结束后就差不多过期了 最后是紫皮的话需要大家先获得蓝皮后才能升级 升级后的蓝皮呢还会保留 最后是120万份的话指的是联动包装 而不是联动套餐指120万份 感觉官方回复的还是非常前面的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,以上话说本期视频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